各位同仁请就座 开会 向大会报告 向大会报告 今天上午继续市政总咨询 第一位请陈议员丽娜咨询 谢谢主席 我想昨天有关于莱猪在高雄市议会 正式的在市议会通过 蓝绿的议员对于这个议题 本来是国民党的版本是只有关于美猪的部分 但是民进党的议员在加码 希望高雄市所有的肉品 全部都不要含有莱克多巴胺 我相信昨天在议会 很多的朋友站在市民的角度上面去发声 愿意帮高雄所有的市民朋友 来做一个捍卫的动作 这个光是在这上面的动作 我觉得对高雄市民来讲 就是一个莫大的安慰 那市长的态度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六都都是用这样子同样的精神 来处理这个莱克多巴胺的问题 那所以表示其实在全中华民国 极多数的民众而且占多数的民众 是希望莱克多巴胺的这个肉品类是不要让国人吃到的 那等于是什么 表示就是说莱克多巴胺事实上是一个不安全的这个添加物 让所有的民众觉得呢 在使用莱克多巴胺 不确定健康有没有风险的未来 希望呢中华民国的政府能够捍卫他们的权益 不要让这些猪肉进来 那今天早上呢我看到联合报对于莱克多巴胺提出了三个疑虑 觉得中央是做不到的 第一个呢是有关于标示在产地容易被更改 第二个是鸡茶的人力是不足的 第三呢在中央的食品登陆呢 管制大概只有2% 所以市长从这个零零种种的状况 不论高雄市政府愿意再花几千万 再去编这个鸡茶的人力 但是你只要在产地标示不清楚 你怎么样鸡茶你都不可能达到百分百 是不是 然后呢他在登陆的时候只有2% 连中央政府都没有把握 他能够百分之百的来管理的同时 轮流到了这个高雄市的时候 又怎么能够确认我们不让我们的市民吃到呢 那市长一直都坚持就说 你只要不吃就可以了嘛 你只要不吃就可以了 那就是我喜欢这个高雄 这个台湾租 然后去买台湾租就好了 那殊不知所有的民众一到了市场之后 不一定啊不一定能够完全了解他买到了是不是台湾租 其实并不容易就像我们现在在讲说 美国牛肉含有莱克多巴胺 那美国牛肉一刚开始的时候进口 其实有很多人的时候是不够买的 那时候还有强烈的意识 但是到了最后的时候 大家也都忘记了这件事了 那从这些民众的消费的这个方式来讲 我们知道民众是健忘的 但是政府能不能松懈 政府是有把关的责任 是有照顾人民身体健康的责任 所以第一线如果把关完毕了 民众根本不需要担心 他吃到的肉品会不会有莱克多巴胺的问题 那所以呢其实昨天有民进党的议员 在议事厅里面提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有关于在法的部分 跟中央互相抵触的时候 那我们在这个高雄市议会 立任何的一个法都没有用 那我在这边就要请问一下 就是我不知道市长的态度怎么样 有些人是采取这种消极的态度 觉得我们在高雄市根本不需要有任何动作 但是请问一下 高雄市民我出去听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告诉我 他们不要莱克多巴胺 他们不要莱克多巴胺 以这样的状况我们可以知道 民众他们不要吃莱克多巴胺 但是政府告诉我们 你们可以自由去选择 但是呢当我们想要去捍卫民众权益的时候 让所有高雄市民可以不要吃到 莱克多巴胺的肉品的时候 市长你的态度又是什么 之前我有问你就说如果在高雄市议会 通过了这一个自治条例之后 你说你会尊重 你说你会尊重 尊重的意思代表就说高雄市议会的决定 你会去执行 这才叫做尊重 那市长我要请问你的 当然就是说大法官怎么样去决定这件事 我们不知道 但是中央的立法要怎么立 我们也不知道 这都是我们权力之外的事情 但是我们必须要反映高雄市民的民意 如果六都都站出来这样讲的时候 中央政府再来反对就说六都的民众都已经提出这样子的一个修正的一个条例 那他只能对人民做交代 人民也等着看 11月22号呢 在凯德格兰大道就会有一个莱猪的一个 这个反对的一个这个游行 那所以呢 在这个当下 我想要请问一下市长 你对于莱克多巴胺昨天 在这个高雄市议会通过 所有的肉品都不要有莱克多巴胺这件事 站在市长的角度 你觉得你要不要捍卫市民吃的权益 请市长回应一下 市长请答复 议长 谢谢陈议员指教 这个按照地方制度法的规定 我们地方议会通过的条例 或者是法案 必须送中央行政院来做核定 那行政院的核定 他就会根据我们通过自治条例的实质的内容 来进行审查 是不是有抵触中央的法令 应该是被查吧 或核定 要送行政院核定 那所以核定前就是必须进行审查 所以审查的结果 就会牵涉到说 我们的自治条例是不是有效 或者是无效 或者是哪边要做修正 所以这个我们会 站在市政府的立场 我们会尊重地方议会通过 以及行政院审查核定的结果 那所以你了解高雄市市民的意愿吗 你站在高雄市市长的角度上面 你觉得中央如果到时候 跟地方的条件相违背的时候 现在已经有几个县市是决定要自己做了 那市长你有这样的决心吗 在你回答之前 我先讲一下 其实大家都最近讨论议论纷纷 那是不是一刚开始的时候 是因为讲说说我们要签这个FTA 需要这个进口莱猪 牺牲人民的健康的权益来进口莱猪 然后加入世卫组织等等 不论政府单位画什么样的大饼 我们都可以知道 这次拜登选上了之后 似乎很多人都有一个声音 就是应该要重启谈判 因为事实上我们人民 即便牺牲了健康 说不定都换不到中央所想要的东西 所以中央到底是怎么样 怎么样来做这件事 更是必须要清楚明白的 让所有的民众知道 更是有一个中央的立法委员 在咨询的时候 他问了 他问了这个有关于外交部说 莱猪是不是我方主动决定开访 外交部没有否认 书院长问了书院长 书院长也没有否认 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 我们似乎在帮川普制造力多 但是川普看起来 这次没有 已经大概是底定了 拜登上了之后 我们是不是有机会 能够跟美国重启谈判 我们可以进口美猪 但是我们不要有莱克多巴胺的美猪 我们要求的很简单 只是跟中国大陆一般水准而已 就只有这样 市长 所以呢 在这样子的状况底下 我再重新问一次 因为你刚刚没有讲 你愿意站在高雄市民 一样的角度上面 去捍卫高雄市民吃的权益吗 来请回应 市长请答应 我想谢谢陈议员指教 2012年通过美牛 他被针对问题回应 因为45分咨询而已 川普上任 也没有重启谈判美牛的议题 我们台湾猪 有没有竞争力 当然有竞争力 在过去跟现在时空不同 现在我们不管是口提一拔针 或者是非洲猪 或者是我们的质感 我们的猪 台湾猪可以走出去 可以增加我们猪农的一个数据 你愿意站在市民的角度上面 所以我们在考量说 我们在考量政策的时候 必须是整体性的 从国家的利益 我们的猪农的权益 到我们整体的公共卫生 来做考量 好 市长 你的回应等于是这样子结束了吗 那我可不可以下一个结论 就表示就是说 你除了帮高雄市民之外 更重要的是国家利益的部分 必须要先考量 这是你刚刚这个议题的总结 那应该也不用补充了 因为我时间也有限请先做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 市民朋友必须要清楚明白 在高雄市市长陈其迈 对于这个莱猪进到高雄市的态度是什么 也许我们在高雄市无力去阻止 我们充分的去表达我们所有市民 不愿意吃莱克多巴胺的意愿 但是呢市长如果不站在我们的角度上面说话 一昧的跟中央站在一起 那我们的市民朋友也就只能求自保 那这是我觉得遗憾的地方 当然最后的期待 还是希望你能够站在高雄的民意上面去做事 那第二个我要谈的议题 是有关于这个大林浦的千春的部分 大林浦的这个千春权益策进会 所提出来的四步硬没有 所提出来的四步硬没有 这是千春的主要的 最主要的精神 第一不应该因为千春没有房子住 第二个不因为千春而负债 第三不因为千春文化没了根 不因为千春怠慢了污染的改善 减少教育资源及健康的维护 没有牺牲任何居民的权益的不公平待遇的存在 事不亦没有的部分 我希望市长能够先把这个概念先放在心里面 因为千春计划书到现在 其实我们是还没看到的 我上次在这个都发局的时候问 到今年的年底才会出来 所以千春计划书没有出来 其实市长已经到了这个大林浦去 也下了很多的承诺 但是如果没有白紫黑字 其实民众是很难相信政府要怎么做 而且我说真的 这些东西一改再改 其实已经改了很多东西了 使得副市长就坐在你旁边 当时信誓善贪的就是在 这个奉明里的十七零 是一直都不能够纳进去千春范围 但是市长上来以后 我也要感谢你们有接纳这个意见 把十七零把它纳进来 不会让千春剩下某几户 还留在遗留在那个地方 所以这些改变都是我们将来期待要更好的 所以千春计划书这件事情一定是第一要物 期待了很久 接下来我是拜托主席 因为后面有11个问题 是不是请市长可以急问急答 好 那麻烦市长一下 市长急问急答 第一个问题就是千春计划书 你确定的时间是会在什么时候出来 这个千春计划书 我们会在12月先公布草案跟居民来 所以有没有可能在议会结束之前 议会结束前 我们的表定的期程是12月先提出这个草案 12月什么时候 然后修正之后会在3月的时候提出 12月提出草案 草案会上网吗 对对对 然后3月的时候正式的在第一次修正 修定 然后把计划书提出来 计划书提出来的意思是送中央吗 3月 我们在12月的时候千春计划书 这次提出的草案 我们会报中央 然后经过这个办理各项的这个 茶沽公共建设的这些施行 到3月的时候我们会修正 然后行政院核定千春的计划书 那从草案提出 然后送中央之后到3月的这中间 对对对 有没有所谓的千春测进委员会的召开 我们办公室会正式挂牌 办公室正式挂牌我知道 但是怎么样融入民间的意见 我们会有三场的说明会 所以呢我在这边先要确认一下 以前鸿毛港的千春是有所谓的千春测进委员会 市长你不知道还没有印象你在代理市长的时候 这年已经有十几年前了 那个时候你在开会是一群人进来 那个六七十个代表七八十个代表 那是地方上面所有的团体庙宇 还有所有的重要的这个里长意见领袖 所有全部都到齐 没有错 这样子开会 但是我们现在开会是全部的里民一起来 我跟议员保证 三场的说明会市长亲自到他 好 那我的意思是说 你必须要先厘清清楚 告诉所有的大领埔的乡亲 你是要用委员会的方式 还是直接到地方上面开大会的方式 我想这个议员你知道当时鸿毛港千春的过程 是哪一种方式 我们会成立专业办公室 假如有三场的说明我市长亲自到他 所以你的意思是 并没有成立所谓的委员会 委员会的意思就是有代表的委员 那如果你到地方上面是所有的居民都可以来 是哪一种 我直接面对面跟居民沟通 所以是所有的居民都可以来 并没有要成立所谓的委员会的意思吗 议员 我刚刚已经讲了 我们会跟像美国的正民大会一样 市长直接面对市民 是 对 所以所有的市民都是 千春设计会的意见提供者 可以这样讲吗 按照你的逻辑 每一个都是委员 每一个市民都是委员 我三场说明会市长亲自到他 因为制度上面有一点不一样 必须要跟所有的这个相亲朋友做个报告 不然大家现在都在期待你委员会的成立呀 所以这个是要确认的哦 如果没有去确认这些东西 大家不知道现在你们到底要怎么做 那接下来 有一个就是有关于千春 千春这个部分 在红毛岗其实它是用 红毛岗有一个特别的法令 就是直接在千春的时候 只有在红毛岗才这样使用 那一届依照千春计划书的内容来执行 它也许逾越了现在的法令 但是以千春计划书的内容来执行 所以呢 一样的大林浦的千春是不是也是一样 有所谓的专案专法来做保障 市长有吗 有吗 没有我想专法是要来 突破一些现行法令的一些规定 那这个陈议员也很清楚 这个地方我们有自治条例的权限 中央有这个立法的权限 但是看问题是说你是要面对哪一些实质的问题 你需要用到观察或者自治条例 比如说他可能 所以请议员指教 是一定会用到 在红毛岗千春就有很多 其实是跟当时的法令不同的地方 你要去赔偿很多的 比如说当时三板余法没有放进去里面 后面也必须要用一个特别的一个方式 去赔这些三板余法 是不是 然后当时呢千春的时候 因为土地不是不是红毛岗乡亲 自己所有都是公有土地居多 所以呢他另外还要再编一个所谓的 帮他搬迁的补助费啦 其他的费用什么之类的 其实在一般的拆迁补偿条例 没有的内容 在红毛岗千春里面是有出现的 所以当时他的这个部分是有专法的概念 专案专法的概念 所以呢在我们当下大林浦千春是不是一样的状态呢 议员我先报告 我们现在是大林浦专案 是一千多亿的预算里面 五百八九用于千春 假如在法令在适用有所不足的时候 才会牵涉到所谓的专法的一些立法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是用专案 包括这个土地等等这些相关的这个事项 那现在是采取专案的方式 假如有所不足的话才会考虑专法 所以假如议员在跟居民沟通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我们必须按照相关的这个专案的执行计划内容 我们再来做考量 是市长你会遇到的 所以我也先提醒你 这件事情是必须要去面对的 而且跟中央在沟通的时候 对于所谓的从优从宽 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千春的精神 事实上是市长更应该把它实时放在心里 另外我要提的就有关于这个 我们所知道的千春跟新材料循环经济园区 事实上它是新材料循环经济园区下面的一个子计划 就是说当它新材料循环经济园区的这个计划 因为虚地的需求 所以就要进行千春 但是呢对于大领埔的居民来讲 我们是因为环境极度的恶化污染 所以我们要千春 两个虽然是不同的概念 但是因为中央必须有一个方式 去把这个预算编下来 我们也能够理解 但是要进行这个计划的问题 来自于新材料循环经济园区的环评 并没有那么好过 所以卡在二阶环评的部分 其实要等很久啊 我们都知道国道7号事实上是为了 这个所谓的这个第六货柜码头 将来也许新材料循环经济园区 都可以使用的一条这个货柜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道路 但是到目前为止光是还凭就已经九年了 所以呢新材料循环经济园区还要多久不知道 但是呢如果某计划没过子计划可以施行吗 可以施行吗 这是我们我们一直在想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2023年如果真的要千春 如果真的要千春能够进行得了吗 能够进行得了吗 所以呢除了让千春跟新材料循环经济园区 两个计划虽然是在一起 但是可以脱钩来办理 也就是说当然他预算已经编列了 然后他照道理来讲 在这个明年就会有预算下来的状况底下 有没有机会请中央请中央把这个两个计划脱钩 不论怎么样他新材料循环经济园区得做的情形 你还评你就依照你的时辰来 但是呢让我们的这个大林浦千春可以先行先走 来市长你觉得这一点怎么样 议员非常清楚 这个计划是经济部的这个大林浦的材料园区的计划 所以他是follow under在这个计划之下 那一千亿的预算里面有五百八十九亿是千春的预算 我们要做的市政府要做的就是代办千春 所以千春晚假如在还品的程序 或者是在整个计划 因为这个计划行政已经核定 计划的一个执行 那这个是全责开发单位的全责 所以你刚刚有先讲千春晚 然后后续 我们千春我们就按照我们千春的计划 这个是中央地方 我们全责归属不同 其实千春是可以先行先走的意思吗 因为我站在市长的角度 住在大林浦是不是一个好的居住环境 因为三面都是石化厂区 本来就应该牵手 越快牵手越好 对居民的健康更好 所以我们的计划不需要等 新材料循环经济园区的还品 我的意思是说 假如在还品的程序 或者其他建厂的程序 招商的程序有所延当 那是中央的权责 但是在就地方而言 我们就是把千春的工作做好 所以我们就应该利用这个机会 不够清楚的 我再问一次 就是说 如果新材料循环经济园区的还品没有过 那这个是中央啊 这个不是地方啊 那千春要不要等他 我们千春继续走 所以千春可以先行先走的意思吗 没有错 你在这边承诺 没有错 我觉得这个答案是我们所想要的 因为在这个部分 如果我们跟着新材料循环经济园区 那真的我们不知道等到何年 何时 那所以今天市长在这边承诺 我也必须请市长到中央 我不知道 因为从他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中央就很明确的 就是在这个大架构底下 才有这个子计划 所以今天市长能够承诺我们 我们也相信 你跟中央的沟通能力是非常好的 所以呢 如果今天市长在这边承诺 那等于是中央也能够允许我们这样做吗 市长 先行先走 跟新材料循环经济园区脱钩 这件事是可行的 是不是在明确的告诉我们所有市民朋友 这个计划我刚刚讲过 千村的预算是under在这个计划下面 对不对 那我们就开始千村 千村完 环平的程序或建厂的循序招商 有所延荡 或者是因为有一些其他因素要做考量 那这个是全责机关 譬如说经济部 这个是他的全责 但是我们千村就牵走了 那该补偿 该重建 该让我们提供更多的公共设施 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就会来做处理 我想这是一个今天最强棒的一个答案 新材料循环园区完成报边后再取得土地 那地主才能够免征增值税 这跟你刚刚讲的有互相冲突 你没发现吗 不会不会不会 因为这个大家已经合并了计划 我们地方这么多 你补充的这个内容太慢了 这不会补充的太慢了吗 不会不会 是不是 你土地报边什么时候才能报边 要先环平过了以后才能报边啊 你搞什么啊 讲了老半天之后 然后后面才来补这句话 那我刚刚前面 我刚刚讲的非常清楚 我们千春就先走了 我是不是可以依市长的答案为准 其他的程序是等 千春先行先走 没有错 不管新材料循环经济园区 不管新材料循环经济园区 它的速度 我们就是可以先行先走 计划已经核定 开始启动 我们现在要走的程序 在地方这么负责千春 那我们这个千春我们就先走了 是OK 好 我想我希望以陈市长的这个答案为准 那2023年也希望能够一切顺利 那其他细节的部分 譬如说 一瓶换一瓶 因为当时呢 都发局的局长在上面换了一个 数了一下 计算了一下价钱 所以呢很多的居民都怕说 那意思是不是所谓的 一瓶换一瓶的部分还要再补差价 市长有这件事吗 贱品的部分 一瓶换一瓶 有要补差价吗 一瓶换一瓶 就是实实在在 你在那里七瓶 过去就是七瓶 没有补差价吗 补差价 补差价就是说 比如说大林浦的土地 如果现在一瓶是15万 然后呢 在那个 不用补差价 中山是30 中间差15 不用补差价 不用补差价 好谢谢 好 再来呢 农地跟汉地呢 现在在高雄市政府 就只有征收办法 但是市长可能不知道 在大林浦 其实大批的农地 现在呢 很多都在上面是经营商业行为 所以呢 这些其实早就已经成为他们的谋生的工具了 那所以 即便他不务农 他都有可能 他是他 做这个商业用途 可能开商店啊 可能做一些公司行号什么之类的一些用途 所以呢 在这样子的状况底下 你征收 征收掉 他除了 土地没了 他还有可能没有生计 就是以后没有一个谋生的一个工作 所以呢 对他来讲 不是只有你们所看的这么简单 就是征收 征收掉就算了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 为什么在 大林浦 凤比头地区 大家都一直在讲 在农地跟汉地的部分 也希望能够 如果可以的话 当然也一样 农地换农地一瓶 汉地换汉地一瓶 这是大家最原始的方案 但是呢 不论有什么样的方案 将来还有很多的讨论空间 但是我希望市长应该要有一个更开放的心 不是只有征收一图 市长对于这件事的看法怎么样 我说这个我们会用协议架构的方式 对嘛 还是真实 就是协议架构 协议架构也是一样 他是一个 反正就是直接就是买了 然后付钱给民众 从优协议架构 好 协议架构也许价格会好一点吧 当然会好一点 是不是 但是如果他需要土地呢 他需要一个方式 可以让他将来再继续生存下来呢 那个议员 这个那一天在大林埔 那个赖委员召开的说明会 我想你也在场 或者是你的助理也在场 那也有农地的部分 他说他要种 那我说我们室友的农地 我没提供他种农地 假如他真的要种的话 但是 你提供他都是有点像说 那个但是 他并不是原来的 农保的资格会保留 然后他的农地 我们会从优协议架构 然后他假如要跟做农地 真的是要跟做农地 那我们也帮他找一块农地给他 成租嘛 并不是换 这个租金我们会室友的农地 是 会非常非常便宜 请大家放 他可以住在我们住商 假如他有住商的房子 然后他原来是在附近 就是做农 他的农地我们就从优的来做架构 我想你可以听听看民众的看法 也许还有更多的方案 那我希望就是说 这个方案里面 不是只有你们所讲的 唯一就是 农一架构的这个方式来处理 我想我会请杜巴局长 再跟议员做说明 详细的内容 聆听更多的 有关于这些农民的部分 渔民的部分 其实他们都有他们的看法 类似像渔民的部分 其实有2950位渔民 在大林普凤比头地区 所以渔民的方案 事实上到现在也还没谈 所以你们12月 所要出的这个草案的部分 我实在说真的也挺担心的 大林普的这个 我们也请议员 能够表达意见跟居民 所以今天针对所有的民众的意见 我就做了一个大汇编 不需要 其实不需要花这么多时间 但也只有这么多 这个时候有这个时间 跟市长来就交 那第三点就是有关于大林普 我一直在提就是 他有公共设施保留地 其实他都超过30年40年了啦 在这地方的公共设施保留地 没有解编以后 然后再来进行千春 我觉得对居民来讲 才是一个大 就是很大的一个亏欠 你在市区里面 你可能还会去做公共设施 但是在大林普其实早就已经 早就已经不做 他就早就已经不做公共建设 但是呢 这些土地一直都放在那边 人民的权益一直都在上市当中 你们也许担心的是说 这些公共设施保留地 如果解编之后 归回民众所有 其实他就是一般的住宅用地 商业用地之类的 然后呢 他的这个所赔偿的金额 就会要提高上来 你们的总金额589亿一定不够 红毛港千春也是一样 他也不断在预算的追加当中啊 但是呢 对于人民的权益 所谓的从优从宽 怎么样让人民 本来应该要有的权益 回到人民的身上 这些才是重点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们一直坚持不肯解编 那高雄市区里面 甚至在全台中央都推行 所有的公共设施保留地 他超过年限之后 就应该要解编 政府没有要使用 就要解编 更何况 大林浦已经要千春了 他的公共设施保留地 竟然不解编 市长 你觉得合理吗 我想这样啦 议员 这个在上次的 这个公听会 或者赖委员的 这个会议说明会里面都讲过 这个部分 现在已经马上要走到 循环经济园区的这个程序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把所有的程序就整并 优先 先协议架过来做处理 这样才能够一并解决 你这边解编到那边 又要解编到一次 红毛港在千春之前 地震局都还为了当地的地价 重新调整过一次 红毛港千春之前 地价还曾经调涨过一次 当时都愿意这样做 对于大林浦的居民 你可以这样苛刻吗 这个 可以这样苛刻吗 两个条件不同 大林浦的条件比红毛港条件更优惑 因为他现在是一品换一品 你这句话可能有很多的大林浦相亲 是不能认同的 很多人现在拿着红毛港的计划说 我们连红毛港的签讯都不如 我们公布内容之后 我市长有信心 他的条件会更照顾大林浦 还是继续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 这边的公共设施保留地 一样不解编吗 我刚刚看到林副市长的设计 我刚刚讲过了 是设计这样的啊 是设计这样 表示不解编吗 是不是 我刚刚讲过 你要问我还是要问林副市长 那他提供给你意见 你不接受 我在这里训达 那请市长 我希望市长有不同的答案 你说哪一件事情有不同的答案 公共设施解编的事情 我刚刚已经讲过嘛 你现在解编等一下 要报这个经济部又解编一次嘛 所以这个程序是应该一次程序 把它一次到位完成嘛 对不对 所以有关公共设 这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在中央的解编 它是所有的土地一起解编 我们会重用协议架构来完成吗 市长 你那个逻辑上面 我很清楚我要解决问题 中央解编的时候 它整块土地解编 就改变成是工业区了耶 所以你解编完又有又解编 不是重复两次程序吗 他不会因为用工业区来陪你的土地 前面就是协议架构来做处理 前面的部分 我可以承诺嘛 我承诺我做得到的事情 你一定是用它是什么样的土地来陪它啊 你有可能全部都用工业区土地来陪所有的居民吗 农地也用工业区的土地来陪居民吗 是不是 农地 我们刚刚有讲嘛 重复架构嘛 那这个条件我在说明会的时候 我就会正式公开嘛 这个问题实在问太久 这个有关于它到底是什么土地 用什么价格来处理 这件事其实还有很多的小细节 我们会详细说明 我也一直替我们的农民争取权利 所以这一点请陈议员放心 一起努力 除了农地之外 公共设施保留地的部分 其实这人民很冤啊 我的土地被化作公园 我的土地被化作交通用地 结果呢都没有开辟 我的土地就只能一直放在那边 这样的土地其实在大林浦凤鼻头是有一些的 所以这次我们来解决嘛 也趁这个我们千春的部分 我们来解决这些问题 土地正义是民进党一直喊的啦 那所以我也希望土地正义能够在大林浦能够看得见 那所以其他的部分 我在这边要继续提的 就是有关于千春的部分 应该有所谓的健康补偿费 刚市长也讲了 这个地方环境多待一天都是不好的 那所以呢 长期待在这边的居民 是不是应该有所谓的健康的补偿费 那是不是应该在他千春之前 给予所谓的健康医疗的保险 我们在这个阶段点 我们何时做 以前没有做 没有关系我们可不可以从现在开始做 市长请回应一下 那个我跟陈议员报告 这个现在我的了解 包括卫物部 还有之前我在说明会的时候 我也已经承诺过 我们市政府未来会针对大林浦居民 他未来签到这个凤山小港这里 湖甲地区这里 这些居民 我们会对他的健康继续做调查 所有的健康的这个服务 大林浦的居民 我们也提供这个健康的这个服务 因为现在有健保 所以我们要搭配一些健康检查 来对我们大林浦的居民 能够给他最好的医疗照顾 这个是很含糊的一个说法 这个不会很含糊 你会看到我把你在预算上面 你可能是包含了一个案子 然后去做健康的调查 那这个对于所有的居民 这个国务院也有一个计划来说 国家卫生研究有一个计划来说 能够让所有的这些居民 做健康的医疗保险 甚至是从我们的空污基金里头去处理 因为对这些居民来讲 你空污基金什么 做交通的运输啦 做一些奖励啦 办一些活动啦 都不如给他一个健康医疗保险来得实际 当他真的发生问题 政府无力照顾的时候 他可以即刻的就得到了一些援助 市长 我觉得这个都是今天给你参考 谢谢 因为可以看得出来 你现在有一套的版本 但是我们所提出来的东西 也希望你可以了解 你可以了解 然后怎么样能够达到民众所想要的 谢谢 房屋的价格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一瓶现在 估六万块来盖 事实上都已经偏低了 那将来呢 什么时候搬什么时候签不一定 我们都知道有时候价格 钢筋水泥价格也会依照这个幅度来变动 因为这个物价的调整之类的 所以呢 有没有可能我们应该 就是在这一些重建价格上面 是依照当年度 在市价上面的平均值 市价上面的平均值来处理 我们也不是用最好的 也不是用最差的 但是我们就是用一个 在市面上面 可以盖得起来的 让居民能够安心 到时候的这个 可以在开始在补偿的时候 就是用当时的价格来补偿 市长可以做得到吗 跟议员报告 这个房子会根据它不同的设计 比如说钢骨结构 RC 或者它搞不好是铁皮屋 那当然 对 那个是它赔偿它房住 所以我们找了建筑师工会 结构技师工会 还有四大工会 我们都全部找来重优 来评定新的现在的建造成本 那假如千春是两年 譬如说两年后 那我们也根据物调来调整 是好 所以还是一样重申刚刚所讲的 不因为千春而负债 不会 不会 不因为千春而负债 所以要加速千春 所以我希望市长能够 这个部分帮民众来多争取 然后呢 在这个部分 红毛港也有 所以呢 是不是一样的 节免土地房屋税 继承转移 税付之类的问题 这个部分是不是应该 也要让民众知道 高雄市政府也会提出这样子的事情 让市民朋友能够安心 因为到现在也都还没看到 我想这个在说明会的时候 我们再跟市民 大天府来直接沟通 我觉得 你先回去研究一下 减轻民众的负担我们来考量 因为在千春的前后其实 对居民来讲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变故 所以我希望呢 一样的跟红毛港一样的都可以有这样的优惠 然后建幣率的部分 我们都知道 其实大临谱的房子 他现在都去到某某某了 我有多少坪 我就是盖到多少坪 所以呢将来其实在 建幣率上面 目前所在的这些 重化区域来讲 开发区来讲的话 大概建幣率都是只有60% 那有没有可能就是在千春的范围内提高建幣率 有可能吗 请市长回应一下 呃 议长还有陈议员 我们在做这个 你知道哦 我们土地在买买的 它是整个地的嘛 整个地里面有建幣率有容积率嘛 对不对 大临谱的平均容积 这个我讲完 容积大概150左右 到这个小港五甲现在是300 所以你要考量说土地的价格的时候 你这建幣率容积就都要一并考量 所以我想整体你从容积率跟建幣来做考量 绝对会比你单纯只有从建幣率来做考量会来的优惠 所以这点请议员放心 所以你们大概会设在什么样的一个 就是说它可能会比旁边的这个 开发的区域 同一同一期的这个开发区来讲的话 大临谱的千春范围内 是不是有比较高的这个容积跟建幣率的部分 让居民可以享受比较大的空间 这个都市计划它有它的一致性 从大临谱的150我们签到的地方是300的地方 所以它容积已经加倍 那假如市价 我想陈议员很清楚 市价现在大临谱跟这边也大概是 至少有一倍以上的这个价格 所以从你从这个数字来看 也许在大临谱的这个 容积率没有那么高 但是居民一般通常 因为它的年代都比较久远 通常都是盖到满 所以也许它是属于高雄市政府 不符合法规的房子 但是它一家人住的空间就是这么大 这是我所提出来的问题 跟你所谓的两边的容积建幣不一样 来扩大它的这个楼地板面积 都没有问题 但是实质上你算起来 它的建物楼地板面积 一定会比你在大临谱来得好 你现在的意思是说 其实七起重化里头 全部都一样就对了 并没有因为千春 然后它就会提高吗 它的条件不同 差异是在于大临谱到这个凤山 或者是五甲 小港这边 它已经容积已经增加一倍 那是原来区域的特质的问题 并不是因为千春的问题 所以我在这边 市长就要特别提醒你 对于千春的所谓从优从宽的部分 你可能在观念上面还要再调整一下 那在接下来 有关于这个不够面积的这个部分 市长有答应了 所以我这一点的部分我们先跳过去 然后再来就是没有房子的第二代 其实在这边二代三代都有 但是没有房子的第二代是不是可以开放土地的认购 可以开放土地的认购 有可能吗 因为以前在红毛港来讲 譬如说一个房子里面有五户 五户都可以认购26坪土地 五户都可以认购26坪土地 那所以他所谓的自然成长户就是这个概念 那大林浦一直都没有把千春基准日设下来 所以其实大林浦有一个问题 就是其实他有很多的户口进来 那但是没有房子 那这些人他可以认购土地吗 这个跟议员报告 我们也在千春的地区设立社会住宅 他就没房子嘛 对土地也没有财产权的主张的部分 但是他居住的问题我们要帮他解决 所以我们也新建社会住宅 或者他可以购买社会住宅 社会住宅他就没房子 他本来就没房子了 他住在那里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也要把他的居住权保障 所以现在的方案是让他去购买这个社会住宅 社会住宅我们是只租不受 因为他在那里就没房子 他本来就在租的嘛 对不对 他现在他搬过这 但是社会住宅如果以你讲的这种是有年限的 这个部分请议员放心 就租屋的部分 他租屋者他也必须履行他租屋的义务跟权利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会提供社会住宅安置住宅来处理这些 我想说不定有多的大林浦居民 今天听的比那一天开会还要清楚 那红毛港都可以 自然成长户都可以认购26平土地 然后大林浦的这个二代 没有房子的竟然不行 那所以这个 我们会安置好了 我觉得这个后面还是要跟居民再来做沟通 你所谓就是说 你公布了草案之后 一定会让民众觉得 比红毛港的千春方案还要更好的这件事情 我也希望你可以达到 我们千春破代媒介 就是说希望说能够把这些居民 因为住在那边是环境不好的地方 我想陈议员也知道 我们出一个较好的地方 把我们市民大老婆的乡亲照顾好 这也你的居民 我的居民 那在这个弱势的安置的部分 其实在红毛港千春里面也有 但是当时做完了之后 一直也都是为人勾病 觉得安置的不够好 那所以呢 在这个区块里头 我也希望呢 市长能够多用心 在这些弱势的 这些族群怎么样来做安置 后续我们看到草案的时候 然后再来讨论 另外呢 这些大庙 或者是有一些小庙 在红毛港千春的时候 所有的五大庙 赔的土地是当时土地的两倍 那我想这个不知道你有没有影响 然后当时在地上物 大概五大庙都是估上亿的价格 那所以呢 在这些大林埔的这些庙宇 就我所知 事实上土地位置在哪里 事实上是不知道的 然后呢 价格是多少 也不知道 那是不是 所以市长 你对于这个部分 你也认为 并不会比红毛港的待遇差吗 那请市长回应 那个议员 红毛港签出的过程 你也清楚 我们的地方 这个忠告信用 这是非常的要紧 所以庙宇 所以庙宇 我们的心灵 我们一定要尊重 那这一点的话 我们这些庙宇 我们已经做调查清楚 我们也会提供更多的 因为 因为有的 你像我印象是 那一家庙宇 那一家庙宇 我会把我收好嘛 这部分 该怎么报 从优 从新 我们来建架 来做处理 他在扩建的这个 我们都 每一个个案 每一个个案 我先基本的问一下 千春之后 他们的庙宇 会有现在的两倍大吗 土地 我想 那个议员 这个会牵涉到 他庙宇的新建 阿门港 那前过去那边的庙 我都去看过 每间我就知道 所以 当时的条件就是 牵涉到最重要 原来的土地的两倍 他所赔偿给庙宇 当时并不是用这样 来做计算基准 你回去再翻一下 我跟议员报告 当时是因为 廟主委来找我 我在台队市长 说廟牵涉 包括重建 包括他有很多程序 所以我们当时就采取了一些 我现在只讲 土地的面积的部分 当然他庙宇是非常的繁杂 土地面积的赔偿 那个议员 这个部分我们都一间一间 跟所有的庙宇在谈 这个请你放心 我是希望在土地的赔偿上面 你能够清楚确认下来 因为到现在也还没有讲 土地在哪里 土地面积要多少 陈议员 廟是那间廟建得很漂亮 那个建造的成本是比 他原来那块土地来得高 所以廟要怎么建 先有土地才能含出他一切 我一定要那廟把它建起来 他的空间 space我都会留给他 这个请议员放心 你只要先承诺他会跟红毛港一样赔两倍的土地 那我们就先知道 这个是不同的方案 所以我跟议员说 我们现在在做 那庙宇如果每间去走过你就知道 他签到红毛港签过去那边 他有一些的庙宇他需要更多的 譬如说你庙宇要建得漂亮 对不对 你如果逢人家说 水的部分全部都建在上面 他要建议宇要建议宇要建议宇 还有荣基的问题 还有没有建比率的问题 所以他就会牵涉到说 假如他真的需要 假如他真的需要在土地 庙宇的盖的方式是跟一般的 所以你每一间庙宇我们都个案是不一样的 我就要求要客制化 针对每一个庙宇给他最好的保存 让他未来的整个庙宇的兴建 也能够符合当地的一个发展 这个是我下的指示 谢谢 市长这个问题我没有得到答案 但是希望就是说 因为每个庙宇的状况都不太一样 对但是呢 这个我请杜拉局跟民政局跟议员报告 因为红毛港有去研究 大林浦有去研究过这些事的居民 大概都清楚他们所想要的是什么 所以我也提出来让你参考一下 也希望能够这样做 那接下来就是有一些 可能之后就会失业的 有要转业的 那以前有编所谓的 这个转业的转业金 那如果有店面的 会有一些补偿之类的 这些东西呢 是不是也能够从善如流的 去做这些事情 我在这边也请市长在草案里头 去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东西 那今天在大林浦的千春 真的花了太多时间 后面虽然还有很多议题 我就简单的讲 在上一次跟金发局讨论的时候 发现我们的AIOT 放在其实是放在五个位置的点上面 那这些东西事实上我们提供的是 服务大于这个产业的这个招商的部分 所以呢我们在这些 不论是在特仓或是这个特贸的部分 现在都有很多的这个遐想 特贸的部分呢 林副市长也讲说 要达到百分之五十的这个住宅 我就只能讲就是说 我们实在很担心啦 就是说这些产业看起来都不进住 上中下游的这些产业 都不会进住来高雄 然后呢我们现在呢 大放特贸的这个住宅 那原则上事实上我们也就只是 希望住宅能够增加 那这件事情我 那继续在这 然后统一共是在在对面 统一共是在二级也是住宅 所以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不怕住宅能够 那高雄市呢 不断地入盖入宅 但是放了去制造产业的可能性 然后让我们有多数机会跟增加我们的收入 这个是我觉得的市长 不论是在成为市长连贷 或是之后的任何一个市长 很重要的任务就是 怎么样增加工作机会跟对收入 经济在做好就不会市长 不会进去被骂说 不太坚持三百亿 还要把这种商店的问题 是不是市长 那我们看到的不是只有讲 AIOP这个缺口 AIOP如果你知道的不是产业 而是有工服务 事实上我们也不会轮回 就是这些 就是给这些地方一个缺口 然后慢慢反折 是的 所以一个问题 你认为它的产业的主项 可以怎样来发展 如果你一直进去 还是产业 真是你一直都没看到 可以告诉我 这个地方就不会有特茂 跟特强反映的故障 你能够找来一些商店 他们会有地震吗 时间 要把我书面答护 书面答护 那就请市长书面答护 然后也请详细答护 不要随便做多课 另外就是 刚刚所讲的11点 因为我走路不是太方便 我来走一下 与您希望你看到的时候 先一下 陈一颖 是不是下那个 让市长好不好 因为我们时间 时间已经超过 已经超过三分钟了 市长 市长 大家请你签两个人 先天天的11点 一公里 好 那我们 谢谢陈一颖的咨询